画面中看到家长牵着小朋友上船 准备出海赏金 而工作人员也在拉着绳索 缓缓让赏金渔船出航 22号下午从宜兰出发外海的赏金渔船 可以看到天气目前都还很稳定 蓝天白云 不过海上已经有一些风浪 带您停一段民众访问 蛮晃的 蛮晃的哦 会有点晕 有浪吗 有 受到凯米台风影响 宜兰赏金船23号起 将全面停驶到26号 搭船赏金的民众都说 外海的风浪的确有点大 但能看到海豚就很开心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 台风即将到来 应该做好防台准备 避免去海域场所 以免发生危险